悲剧在加沙地区好像变成了常态 但是有一些画面 无法令人接受 哪怕只是想一下 都会觉得毛骨悚然 据环球网消息 近日阿联酋马什哈德电视台 对外公开了一段视频 画面记录的是位于加沙地带的 纳斯尔儿童医院内部场景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量的儿童尸体 这些婴儿在病床上死去 根据尸体腐烂程度得知 这些婴儿已经死去有一段时间 据悉 在11月初的时候 以色列军队包围了这家儿童医院 并强制去离了所有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 留下了大约150名婴儿 最可怕的是 在该电视台进入之前 纳斯尔儿童医院的医生 曾发出过严厉指控 或者说是求救信息 主要内容很简单 我们告别了孩子们 把他们留在了机器上 我们在枪口下离开医院 150名受伤 儿童只能面对自己的命运 这则信息出现的时间是11月13日 而电视台进入医院的时间是11月末 以色列包围医院并驱离医生的时间是11月初 从时间上来看 这些孩子的死亡过程 极其痛苦 没有水 食物 医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饥饿和病痛中慢慢死去 人性的恶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有所体会 但是在这一刻 以色列刷新了底线 一定程度上 外界可以理解领土之争 可以理解利益之战 甚至可以理解以色列口中的安全担忧 但是在面对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的婴儿尸体时 看到一生绝望的指控时 我们无法攻勤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越过的不是国境线 而是人性的底线 巴勒斯坦人不是罪人 婴儿也不是恐怖分子 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剥夺他们的生命 画面过于残忍 甚至都不能公开 这就是以色列所谓的正义反击吗 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在袈裟上演 外界的愤怒却让以色列人更加兴奋 他们以为自己在对抗黑暗 顶着全世界的压力 对恐怖分子进行清剿 殊不知 在这个过程中 以色列士兵所到之处就是黑夜 以色列的手段 让外界对恐怖分子有了一丝丝的同情 个人观点 领土 利益 生存权益 可以去争去抢 但是不能摒弃人性 这一切都应该有所克制 而不是无底线的杀戮 某种程度上 哈马斯的袭击是一种错误 但是以色列的行为就全部正确吗 有一句话叫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当巴勒斯坦人开始为暴徒欢呼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一个民族连生存权益都被剥夺了 他们还在乎名声吗 当他们的婴儿被残忍虐杀的时候 他们的反抗 还需要考虑手段是否合理吗 我应该是偏忍虐杀了 我应该是偏忍虐杀了 我应该是偏忍虐杀了